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今集的節目主持人Carmen 當然不少得的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大家好 袁醫生,我昨天看到一段娛樂新聞 關於有個很久沒有露面的藝人 她的報紙就陳述一下 她當年曾經寫過《血書大字報》 來控訴某電視台的制度 那當時人當然就否認了 那袁醫生,你對狂躁症有什麼看法呢? 以及狂躁症的人其實有什麼症狀? 其實大家都相信在媒介 對啦,尤其是娛樂資料、新聞那裡都看過 過去都有不同的人 都有患養這種問題 他們很多都公開的 都公開承認自己當著這種病 那她如何克服她 在醫學上,所謂我叫做粗狂症 英文叫做maniac 在精神科或者心理學裡面 都是一種很常見的病 在美國大概覺得有1%的人 有這種所謂的躁狂症 或者我們叫做躁鬱症 有時候她就會狂妄一輪 然後她就會情緒低落 這個我們也叫做bipolar bipolar就是雙極性的疾病 其實也很普及的 挺多的 如果用美國數據來說 1% 美國有300萬人有這種病頭 其實最主要的症狀 就是那個情緒 那個情緒是高黃 活動的增加 還有很多是自我形象的 身家的念頭 就是覺得自己很聰明 所向無敵 當她出現問題的時候 當然情緒是提升的時候 那些病人就好像表面上很開心 很樂觀 還有她有時候她那種 樂觀的那些情緒 是很有謙掩力的 你在她面前覺得她 令到你很開心 但是有些情況之後 病人就不一定是很開心 很極樂的行為 很多時候她可能會很敏震 而這些敏震 很容易變成憤怒 那些情緒 可能會有不停的波動 那樣 也有時候會加上很低落的情緒 即一天裡面也可能會有高高低低的 那也很大起大落 是呀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當她起床的時候 不是一種生氣的 那種高昂的情緒是好 但如果她是一種很敏震 很生氣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問題 但多多很多時候 這些狂躁 跟著她都抑鬱 各人的臉 兩邊 看看去到哪裡 有些狂躁也很厲害 但抑鬱也很厲害 有些狂躁很厲害 抑鬱就不是很厲害 即是在精神科學方面 有不同的分類 那通常 由她的外表 你都可以看到她的情緒 她有時候穿的衣服 是很光鮮的 也有時候 可能配搭得很差 你會看到她自己的精神狀態 是這樣的 如果嚴重的時候 有些人 看到她的外表 可能是很不整齊 可能是穿得很耳鼻的 表面是這樣的 當然 這類的病人 通常都是過度匯藥的 那她的過度匯藥 很多時候會導致她們 跟著下來 整個人 在體力上 整個人的情感 都會崩潰 崩潰 那她有時候 一次過會 開很多頭 做嘛 又要做嘛 又要開始買東西 又要做這個project 但往往 就是有頭無味 做不完的 沒有後勁 沒有後勁 說話當然也會快 亦都說得很多 很明顯 她的腦袋裡的思潮 是很多的 不斷地湧進去 所以她們 經常看到她 就是多序 很多話 再嚴重的時候 她的事情 說到 你跟不上 她的腦袋 變動得快 到 你都不知道她說什麼 你開始已經知道她有問題 當然 那些人睡覺 又睡得少 或者一早就起床 覺得自己 哇 充滿精力 這樣 然後 就 勵勵勵 去做 要她做的事情 她們在飲食方面 她的胃口通常都會很大 吃東西 就吃得很多 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一般的 正常的 那些 那些 常規 那些所謂man 那些 都不太理會 那她在性情方面 在性育方面 也有兩類 一種可能很高 也可能有抑鬱 有抑制 如果發生在女性方面 就要特別小心 有時候她可能會濫交 搞出很多其他問題 出現 好了 那這些人 很多時候 她就覺得她自己的 她的思想方面 就很膨脹 她經常覺得她自己的想法 是很原始的 而她想法是很重要的 她所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很標青 很重要的 自我形象是很膨脹的 也很多時候 她們就會很奢侈 去亂買東西 去購物 去購物 購物之後 就去送送送送送送給人 她可能會買一些很名貴的 首飾 很名貴的衣服 或者買很多很多 根本自己用不完的東西 那你問她為什麼呢 她說 我有用的 多数都是一大糊涂 当然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很威风 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先知 他觉得他要写信给国家领袖 教他如何处理某些东西 或者写信给医生 他有自己的想法 通常都是觉得有很多很伟大的意念 要教人 但也有时候他觉得很多人是阴谋的 要针对他 要害他 可以看到不同的情况 当然有时候会有幻觉 幻觉当时跟他的情绪有关 也当时以为有些声音 听到一些特别的声音 或者有些声音的企图控制他 控制他的思想 很多时候可能看到一些东西 或者觉得有些神 然后教他做一些东西 有些宗教内容的幻觉也会有的 当然他们的自我动息的能力 一定是很差的 因为有时他不理解 为什么人们会不跟随他 他做的事为什么人们不明白 所以我叫他婴儿势是很弱的 大部分病人都可以在短暂的时间 或者可以控制他的症状 所以在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都要很了解 整个病历的过程 我才可以好好地去跟随 当然在医学上 通常都是用一些精神科的药物 有些是譬如 Crupalmasin Heloperidol 这些都是医疗那些 所谓的狂妄的问题 也有些人就用Lithium 即西洋方面 一直都用这些不同的精神科药药物 大家知道 大部分精神科药药物 都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有些人都可以控制他的病情 但是接着的机会就不是那么容易有 最后有些人就用电 用电击的方法 这个电击是一个非常野蛮的方法 但是有些人觉得苦无良策之下 是博一博 希望缩一缩他 但是电击会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好处对病人 其实有些人在电击之下 其实简单来说 他的脑袋就被电坏了 电坏了 你便扭下来 没有那么狂妄 很多时候 都是有 就是那个 一个成效 其实都是不是很明显的 那就是粗狂症的病人 除了情绪不好之外 还很自我 和会有幻象 是的 如果我们处理的那些时候 其实最痛苦就是家人 因为通常患这些病的人 他自己不会承认的 就是你和他理解 根本是不可能理解的 他有这个病的时候 他自己都控制不到 所以我们过去处理的那些病状 一种朋友 大部份是帮助了 多时会阻挡一些家人 看到他们出去 Groß 买买买买买买买 买完东西之后 过去烹饭 炉都煮待了很多烹饭 Sach多汉 他为何呢 平时送给朋友的 在这里做了很多好活动 现在看到这类病其实很多 在医学上也看到很多 但是处理方面有没有好的工具呢?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一本很有趣的书 那本书我暂时都找不回 他这本书是介绍在加拿大有一个家庭 像凯瑞的 但是袁医生请问你记不记得书名 可以介绍给听众呢? 那本书不是那么普遍的书 一本书不是畅销书本 大家讲的有很多人都看过 就是讲聚述的家庭和公司的经历 以及如何做出一个很有效的 处理所有大部分的情绪病 一种营养的产品 那本书就是讲一个 在加拿大有个家庭 他是像魔门的人 所以有很多小孩 有六个小孩 其中他的太太有这种 我们叫做bipolar 就是那个醋屈症 但是他一直都在吃很多不同的西药 总之始终都是医不好的 有一次呢 他那个丈夫在外面去做事 他是一个销售人 就要常常开车去离开家庭做事 有一次他离开家庭的时候 他太太就用那个炭 用那个 用那个汽车的死器 就自杀死了 原来他太太的这个问题 原来他太太的妈妈 都是有这个问题的 都是自杀了 总之不是只有一代的 没多久 这个爸爸就发现 他的子女里面 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 都开始有这种症状 他知道不妙了 是不是 怎么样呢 当然 两代已经没有了 第三代又继续来 他知道 用西医那条路 肯定是没有了 走不通 走不通 在《无可乐》之下 他就自己 就帮忙去研究 他研究营养方面 其中的本书 这本书 在自然医疗里面 都经常都一种 很好的参考书 作者 作者 Wilber Wilber是一个西医 是 Wilwin Wilber 那本书 就是说 用营养 对我们精神病的影响 英文叫做 Nutritional Influence or Mental Illness 那本书里面 寄了2500个研究 就是说营养 和精神病的关系 那他发现 其实很多我们所谓的精神病 其实那个起因 都是营养的吸收不足 或者营养的尽量不足 其实很多是我们叫做微元素 这方面的不足的导致 那这个故事就是说 他当时想办法 是不是自己上网 去寻东寻西寻 就 因为身份是一个问题 他也不可以再做 那些我们叫做Traveling Salesman 行街 你知道美国做Salesman 不是一个小地区 很大 很大的地方去驾车 走去走去 那他就开始做 就是管理 管理那些工作 是 那他自己是魔门教的人 也有一次在那个教堂里面 就遇到另外一位 就是那些魔门教里面 那些志愿的工作人员 那是一个朋友 那这个朋友是做什么呢 是专门是做那些 动物治疗的那些 那些售卖院的 他售卖这些东西 那大家聊起来的时候 那这位朋友 突然间他说 他说原来 他所聚述的那些狂粗狂症 其实和那个动物里面 其实都有这一类的相似的症状 那原来你养猪 有时候 就会互相咬大家 咬对方的耳朵 咬懒 吃他的耳朵 或者吃他的尾巴 那你知道 在动物里面 我们不会用精神科养去治疗 当然 那他就用什么 用营养去治疗 那他说 他们一直在他那个 那个治疗学那些 那个兽医那里 一直就用他 他用那些不同的营养素 抗蜜炎 tracemino 那他就习惯 就用这些方法 就一给那些猪 将一些营养素 放入那些猪 那些资料 那猪就会好回 我现在才知道 猪都有 躁狂症 对啊 那他就觉得 哎呀不如我们 试一试吧 用同样的道理 他试试研制一些营养素 是让他们让他人尽量 esqu chewing 之后他两个人 就买不同的维他命丸 那些 那些 大家之后 抗了 即使这个成分 那么这一瓶呢 这一瓶呢 这个丸有什么什么成分 东枯西枯 这样 那这样 做多些之后 就放进他的子女去用 那么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果然他的儿子就不再需要吃Lithium的西肋肉 那好啊 他就完全控制了 当然了,这些小城市里,很多人都会认识 尤其在Mormon Circle 圈子里是很小的 大家知道原来他有这些工具 那些人就开始去请教他 例如我爸爸是这样的 或者我有个儿子有这个问题 大家有相似的问题 很快就传出去了 他很快就开始自己在家製造这些 我们叫做Homemake的维他命丸 给朋友和其他人去用 用了没多久之后 他觉得患有这些病的人是很多的 还有西医这方面可以这么说 真正正正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在外国的统计 患有这些醋屈症的人 五份有五个有一个结果是自杀死的 所以其实西医控制这方面 真正正正是非常之差 还有就算你控制得到 副作用也很多 包括有些人会肥胖 肥肿也很厉害 这些全部都是精神科药的副作用 是否一停药就没有用 控制不了 就失效 为什么五份之人都会死呢 结果都自杀了 至少你知道那些药 帮他们不到 不然那些人不会自杀 好了 他们就开始 慢慢做他自己研究 他发现很多这些精神病 其实背后的研究资料 其实很多 不是一般人以为 没有什么人知道 就算我曾经读过那本书 有2500个study 在那本书提及的 他说很多时候 问题是和营养有关的 比如我们浸食的份量不足 或者我们吸收有问题 就算有也好 你也吸收不到 或者身体是某种的病 令到这些营养流失得很快 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这方面没有这些营养 所以我们的细胞的血清 和细胞这方面的营养 就开始减低了 这些营养减低之后 我们身体有很多酵素活动 或者功能性的营养 慢慢就会减弱 只要知道我们身体是靠酵素 就是很多新化的活动 全部都是用酵素 酵素其实很需要微元素 不是大 不是维他命A、B、C 其实很多需要一些 tracemino、硫黄、青 就是这些营养 好了 当我们的酵素活动能力 减弱之后 或者受了障碍 于是乎我们身体 所有功能的症状 都开始有问题 结果再进一步 就开始临床的症状出现了 最后病征出现了 器官衰退 最后死亡 其实这方面 大家在大方向 大家都知道 其中有些资料 就发现 比如有些情绪低落的人 很多时候血清里面的症 通常都是比较低的 比一般植母这种 没有情绪病的人 是低的 症的不足也是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研究 就是用精神分裂的病人 那些个案里面 他们发现 由头发的微元素去做分析 分析23种头发的微元素 有精神分裂的病人 在85宗 就是精神分裂的病人 发现很多 有65宗 其实头发的微元素 都是比较低的 那它整体来说 它是23种头发的微元素里面 有精神分裂的病人里面 就17个微元素是低的 有17个 就是跟正常的人比是低的 它其实低得挺厉害的 所以这个又是其中一个研究 它看到出来的 还有一个研究 就是由血清和我们红血球里面 研的铜、链、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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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铁 发现情绪低落的问题 或者有些情绪病的人 这方面的营养抗物炎 在红血球里面发现出来 和血清里面发现 都是比对照做的人低的 那似乎营养不良这个问题 也挺严重的 是的 是挺严重的 其实营养不良是很普及的 很多人经常想 现在的人有很多东西 吃的东西很充足 怎会营养不良 有些说法就是 你吃维他命丸 浪费的 令到美国人的尿 是全世界最贵的 因为要吞很多维他命丸 但是你看回这些研究 美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大型研究 他就分析美国一般的人 看他每日的进食量 就是某种微元素的进食量 就是他个别提 原来发现 在美国一般的情况 比如美国人的进食 那个盖 有72.9%的人 每日都不够 是缺乏的 叶酸75.1%的人 叶酸是不足的 净食不足 很厉害 铁34.3%是铁不足 68%是尾不足 24.2%是niacin 是不足 维他命 B3 21.7%是鱗不足 21.8%是riboflavin 就是维他命 B2 不足 14.8%是selenium 西不足 28.3%是thiamine 有维他命 B1 不足 54.7%是维他命 A不足 35.3%是维他命 B6 29.9%是B12 不足 48.3%是维他命 C 一半 维他命 C 也这么多 维他命 E 不足 85.9% 升不足是42% 酮不足是30.9% 即是说 根本事实上 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很多人 在美国的一般人 每天进食这些抗物炎 微元素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足 哇 数字很恐怖 是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这和我们的食物本身 那个营养本质已经改变了 在威斯康尔森大学 威斯康尔森是农科很出名的 他分析过 研究那些 一般的食物方面 1963年 比较1999年 即是36年以来 他发现那些 很多食物的维他命 钙 说他钙 嗯 比如在苹果 那个Green Beans 那个豆 Blockery 椰菜花 是吧 是 那个红萝卜 那个Lattice 山菜 西菜 是吧 橙 蜡 蜡 蜡 豆 史多啤梨 和蜆 原来 在这36年来 这些食物的钙 已经减了很多 很多 同时 蜡 也都发现 这些食物 已经大不如前 差不多是 比以前的同类食物 蜡 已经少了40% 这个是说美国 在英国 过去50年 亦都有同样的结论 其实很多食物里面 你吃到的食物 但食物本身的营养 其实本身已经大有万大 大值下降 好了 好多谢袁医生 为我们作出这么详尽的解释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第二次回来再见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三个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各位听众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医生啊 即是现在在常规间种下 种出来的蔬果 或者现在我们 现在拥有的泥土 他们的营养质素 土壤的质素都有下降 所以种出来的食物 它的营养未必有几十年前的质素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的病人在消化吸收那方面 其实会不会都反映到有些欠佳的状况呢 所以他会出现一些病症 比起平常人 是的 我们也看得及了 第一你进食不足 第二本身的食物 本身的营养已经差了 第三个就是吸收问题 其实这方面也有很多的资料 在英国曾经在1999年1月份 在英国有一间精神病医院里面 也做过一些研究的 他发现在90%精神科医院的病人 90%经常有消化系统的问题 因为消化系统问题去提医生 是很严重的 是很严重的 90%的人 经常去这个问题 他们也有很多精神科这方面的症状 48%的病人可能是更多方面的病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腸胃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消化问题 和精神病的病人里面是特别严重的 也都解释了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营养不良 导致的症状 那我们无疑 就是我们的食物是多了 就是我们可以呼吁了 食物充足了 但是食物的质量 那个质量是差了的 那我们吃很多卡路里 但是那个营养那方面 其实反而是不够 那其实我们在说 在现在这方面 我讲一些微元素 因为我们的酵素 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微元素的 那好了 那我们这么多年来里面 就是我曾经也说过 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就是显示 就是不同的微元素 是对那些不同的情绪的病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过去在医学上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因为医学上 在起码现在西医的所谓的那个研究方面 他们通常研究的时候 他们通常就是要研究 就是某一方面的一种的variable 就是single variable 就是他不会就研究 几样一齐这样看的 那如果不是 因为你几样一齐看 你根本就不知道 谁打谁 所以在过去研究里面 往往他都是着重于一样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那个精神问题 情绪问题 是多方面的营养不足而导致的时候 如果你是单一个营养去研究 往往是你找不到那个答案的 对不对 比如给一个例子 比如你可能有一个大的水坝里面 有13个有18个空隙 或者有穿了洞的 或者在流水的 对不对 那如果用过去的方法 它就会一个个去补的 对不对 那你补了一个流的洞 但是那些水坝的水继续流 对不对 那就没有用 那接着呢 你就补了一个洞 但是那些水坝的水 又继续流 继续这样射出来的 一个问题 就不是一个洞 两个洞 是16个洞在一起 所以过去 整天在这方面的研究 整天都得不到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其实我们发现真真正正的问题 就不是一两个营养素 而是多方面的营养素 好了 这位爸爸发现了这个工具 他很想找一些科学家 好好的去研究 就是用科学研究去证实 他那些东西 就是他知道南庄长就可以了 起码他的子女已经救了他的命 很多其他相识的人 尋求他帮助的人 都发现他是有效的 但是他知道 现在医疗政治很黑暗的 是吧 他一卖了这些东西之后 他就很多的卫生署那里 就去搞他 他本书讲得很详细 他打很多官司 说这是什么来的 你没有科学根据 你不可以拿来医人 就是你知道了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听众应该知道 但大部分香港人 我都不知道背后的问题 好了 他就在过程里面 他知道 他一定要做很多科研去证实 就是他那个产品 他现在最后研制出来的 这个营养素是有帮助的 他都很不容易 初初他就要求很多医生 他就将他那个研制出来的工具 那个产品就免费 叫医生用 你试一下吧 这是一个维他命确物原来的 有什么大不了 就是安基酸这类的东西 这些事情 初初一些大部分医生都不肯 你知道吧 医生用惯西药 所谓叫做科学证实 其实大家知道 是我们听众的知 什么叫科学证实 症状禁了 不是代表好了 结果在Calgary大学 有一位教授 他是一个心理学教授 Bonnie Kaplan 他就帮他手 开始做他方面的研究 在那个大学里面 当然很多这类的病人 他就找了十个 患有这些狂屈症的病人 Bipolar的十个病人里面 就用他公司的产品 给他用 他发现 那个成效是惊人的 他说他这个症状 多方面的精神症状 是改善的程度 改善了80% 即是很significant 如果对照组 只有26% 即是他不是改善少少的 他是80% 那也很多 即是很明显的 即是很明显的 就像你去种种东西 你种种那些粟米树 那样突然间有两三棵 是标高成几倍 你知道是work 你不用再做很多 即是很明显的 跟着他又找到 有些哈佛的其中一位教授 他也是用他这个方法 去做 那发现他的效果 是给那些西药 即是起码症状的改善 是比西药更好的 86% 是很明显地改善的 用西药可能是73% 症状上去改善 或者起码控制了先 跟着他就用 又有另外一个研究 他就用两个室文仔 是有很多情绪的症状 你知室文仔有时 情绪敏诊 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原来在香港也有很多 我也有遇过很多 很普遍的 由夜晚整天哭 整晚都不会睡觉 我都遇过这些 情绪的小朋友的问题 他就用这个方法 然后处理了两个 这些小朋友 情绪问题的小朋友 也都全部控制了 全部控制了 好了 他发现其中有一个 他就有一个研究 他发现百分之八十四 服食的人是改善 百分之八十四 而百分之六十八的人 是连西约都可以扔掉 那不错 用多久呢 用五点两个礼拜 就是一个多月 百分之六十八的人 可以把西约都扔掉 好了 然后发现营养方面的补充 对很多很多很多的病 包括过度活跃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专注业有问题 还有obsessive compulsive 有些叫强碧症 Asperger 或者自闭症 严重叫Asperger 或者是autism 最近有出去的 My name is Khan 这是一个印度片 在美国很流行 就是说911之后 美国整个文情的改变 刚开始做的 未曾正式大规模的供应 我刚刚看到 他说好像阿金正主 这个人 这个主角是有Asperger 有这种病 通常这些营养 对他们这方面的问题 很有帮助 还有有些是一般性焦虑的问题 情绪低落 有些是发紋诊 有些是发紋诊 有些很生怒的 无缘无故 这些生怒的症状 都可以处理得到 还有一个他们的研究 也是在小孩子 有些我们叫做厌食症 还有自闭症 一个三岁的小朋友里面 他用了工具 那个产品 用了三个月左右 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这个是一个三岁大的 一个在Ontario 一个小孩子 他有自闭症 还有厌食症 三个月里面 全部全回復 但按照我所知 在西医业界里面 暂时是公营 自闭症是没有药医的 是啊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 在西医界里面 有些什么病 真正医痕 医痕和按症状 是两次的 三个月真的很快 是啊 利用游戏治疗 这些都在说十年八载 是啊 是啊 完全根治了 所以你想想什么叫自闭症 什么叫做营养不良 或者厌食症 其实在我过去处理厌食症的病人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你都看到 他通常是怎么开始呢 就是为了减肥 为了减肥 于是吃些射药 令到营养吸收味出现问题 也都是为了折食 很多食物的营养 就吸收不了 于是乎营养不良之下 就出现什么呢 精神的病 其实很多厌食症 早期是这样开始的 到后来 就是这样 你看到 现在一般西医 的药物医 的厌食症 成效很差 大家都看到 在外国有些很出名的歌声 结果都是厌食症 死亡 为什么呢 他们从来不会用营养衣 用那些胖 或者精神剥养衣 因为这个方法太简单了 赚不到钱了 是的 这么简单 主要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用一样东西 因为他不是说他不好效 因为他是赚不到钱的 好了 他发现很多人 比如脑部受伤 老人家 如果他在撞伤之后 或者中风之后 脑部会坏 对不对 整个正常的老人家 变成一个小孩 不能够照顾自己 他们也试过 有一个个案 用这个营养方法 完全将这个老人家 成为一个 自己照顾自己的 一个正常 就是过正常生活 正常化 除了一些个别的案例 他们也将这个研究 是做老鼠的实验 其中 有一位科学研究人员 用了38只 两岁到四岁大的老鼠 他做什么呢 是将脑部的前头 那个frontal loop 把它切掉 一部分就是用营养粉 就是研制出营养粉 一部分就是 不让他用营养粉 发现食营养粉的人 在38个老鼠里面 有23只 用营养粉 康复的程度 没有用营养剂 康复到大概20% 就是起码它切了下来 就是割了那个脑 就生回出来 康复到20% 但是有食营养粉 是100% 的脑是生回完整出来的 好厉害 100% 接着有另外一个研究 就发现老鼠 就是它的认识能力 就是学责能力 很快 那如何呢 就将老鼠放入水池 那里 水池就是 其中一块 就是有一个平台 就是让它可以 爬上去休息 要看它 它要游多久才能找到呢 用这个方法 发现当然 用营养补充剂的老鼠 就很快就学到 就是很快就知道 那个踏板 就是那个休息地方 是找到的 没有吃的就要游 游很久才能找到 那就是证实了 营养补充剂 可以令到我们的努力 那个智力 我们的思想 思考能力都加强了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用老鼠呢 就焦雷的程度 很简单 将老鼠放入一个白身环境 那通常呢 它会焦雷一番的 就是一个新的环境 它都会 就好像正常的人 什么环境 比我都会 走来走去 躲着躲着躲着躺着一轮 那发现呢 如果用那个营养补充剂的那些老鼠呢 就是那个情绪是很平稳的 很静的 很容易适应的 是的 好了 那这个是老鼠呢 那还有呢 是细胞的方面研究 它是用那些脑 就是脑的成长 比如受了伤之后 那脑呢 是有一些 我们叫做Dendrite 有很多脂肝的 嗯 那其实脂肝生得越多越快 就是代表呢 越好 它就越好嘛 那它也都在这方面呢 做了一轮的 我记得 就是在神经科的方面呢 是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那发现呢 营养补充剂之下呢 那脑的细胞的成长呢 是康复得很快的 那也都解释了 那些人受了伤之后 或者中了风之后 或者跌倒之后呢 用它这个营养产品呢 它就改善得很快 那其实它营养产品有些什么呢 就是有36种不同的营养在 其实不是什么特别 只不过呢 它就试试试试试 就找到了 那样就发现呢 就有时候有些孕腑 你知道孕腑的时候 如果孕腑的孕腑在怀孕期间 那个营养不好呢 那孕腑的孕腑的孕腑 那孕腑会低的 你知道孕腑体重一低那些小孩 是多病的 还有多学责能力的问题 其实很多方面的 那所以孕腑呢 其实在那个怀孕期间呢 那个营养的补充是很重要的 但很可惜呢 在今时今日呢 远迟的一般的西医界呢 它只是能够会给孕腑 补充什么呢 补充的folio acid 液酸 液酸 有发现呢 液酸不足呢 就会出一个 那个脊椎的成长呢 可能会有缺陷 还有会有些铁丸 是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真的需要补充 是不单止是就这样 液酸 如果你在怀孕期间呢 是补充得好呢 那他们那十元仔的那个 就是birth rate 都会增加的 嗯 好了 那么它研究方面呢 就是多方面 就是老人家的智力啊 你知道老人家现在 就是智力衰退啊 连家人都找不到啊 你是谁 子女都认不到啊 嗯 那其中他那个研究里面呢 又研究一个小孩呢 因为生的时候呢 就缺氧 那脱氧 那当然啦 会出现什么呢 是那个脑部呢 就有很严重的 的 damage 缺陷 就是不懂吃东西 不懂看人 什么都不行的 那就很多缺陷的 这个小孩 那也是用他营养 用他这个营养 这个补充剂呢 那就一路一路的 很明显的 是改善了出来的 嗯 那大家知道啦 就是虽然很多人 是在吃这样的 精神科药啦 又是在吃那些 所谓抗益屋药啦 那在外国的科研发现呢 自杀的人里面 如果吃抗益屋药的人呢 他自杀的机会呢 是两倍 不吃这些抗益屋的 那就是说呢 抗益屋的药 那个副作用呢 是增加你自杀的机会两倍 哦 可不可怕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呢 最近在外国呢 很多时候那些小孩 就发了癫 那样呢 去射杀人家呀 那这些全部呢 大部分呢 都是在吃那些精神科药的 哇 那 好恐怖啊 哈哈 吃了坏过不吃啊 是啊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 但是很可惜呢 我们大部分人呢 都不懂得用一些天然的工具 那当然呢 我们也有很多天然工具呢 不断被医学界的卫生署呢 就是不断地打压的 那所以大家基本上呢 是很难找得到的 那这个 这个家庭的整个故事 在卫生署讲述呢 那当时呢 当时的卫生署呢 是很打压他们的 打压他们的 打压他们的公司 那这个呢 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那我在香港都经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法呢 其实是很多的 一向都有的 是用了天然的工具 那因为我们在香港的恶法存在 譬如好像将那个维他命 当作药 是吧 那你要注册 那就是表面上就是 保护小民 是吧 那你注册多之后 有保障 其实你知道呢 他最终目的就是 希望你卖不到 是吧 那当然了 你注册里面 当作一张药物呢 有很多很多很多科研的 那大部分公司呢 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做的 就不像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就真的出了很多钱 他做了最初六年 一毛钱都没有赚的 虚虚虚虚虚虚的 但是他为了他自己的一个使命 是吧 他老婆死了 那他本身也有些钱 那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就是他两个partner 一个就是卖那些资料 是吧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不是特别有钱的 但是他自己呢 都是觉得一种 一种使命 那我们这个地球上 幸好有很多这些人 就是不怕那些恶势力 那些政府的恶势力 就是不断为大家去做一些事情 那希望大家都醒觉一点 我们工具一向都有的 很多有效工具 你之所以用不了呢 就因为我们香港 和很多国家 有这些恶法存在 那不良医学港务条例 这里呢 我就跟大家说 他最主要目的 就是不想一般人 香港人呢 是自己找到方法 去治疗自己 这个是他的原来的目的 那我们也希望 可以用这个网上的教育 他教育 他很难说禁止我们 禁止教育大家 但是呢 最终呢 最终呢 我们一日这两个恶法 不消除呢 香港人呢 想健康机会都很难的 那今天呢 就是简单单 就是和大家分享 就是 就是 根本很多的星神波 那些问题呢 其实主要的成因呢 只不过是我们营养方面的不足 是导致 那所以大家遇到这个问题呢 第一线呢 就应该试下在营养方面去 去着手 那这个呢 你是很大机会呢 是可以控制得到 还有在无副作用之下呢 可以将这个问题呢 就完全控制得了 嗯 好了 今天很多谢袁医生 为大家呢 在营养方面呢 和狂疏症方面 做出那么详细的解释了 很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今集的节目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 袁医生或者有什么想发表的 可以去到我们原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多谢各位收听今集的节目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OK好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